今天我接着来为大家讲解风骚律师第一季的第七集 上集我们讲到老麦的儿子遭到杀害 老麦了解真相后枪杀了害死儿子的两名费城警察 警局很快就找到了老麦 但没有什么证据 在审讯的过程中 老麦和吉米打配合 偷走了警察的记事本 不过很快就被警察发现 吉米无奈只能先将记事本交给警察 警察知道是两人合伙偷走了记事本 想要将两人拘留 吉米告诉他记事本是自己在停车场捡到的 难道警察会因为归还失误把人带回去吗 吉米的伶牙利齿让年轻的警察无话可说 他马上警告老麦 就算你不说 你的儿媳也会告诉我的 我会从你儿媳的身上去找突破点 年轻的警察走后 老麦让吉米先行离开 另一名警察对马蒂的词感到很惋惜 马蒂是一名非常好的警察 自己知道那两名警察手脚不干净 被老麦已经除掉了 他提醒老麦去和儿媳聊聊 如果他什么也不说 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 老麦告诉他 自己已经找过儿媳了 他应该什么也不会和你们说 老麦出来后 吉米连忙询问老麦 刚刚你和那个警察说了什么 吉米怕老麦被警察套话 说出不利的话 老麦告诉吉米 现在不需要你的帮忙了 随后就开车离开 将吉米一人晾在原地 第二天 吉米来找查克时 发现查克在室外 做着抗净店的训练 查克将自己整个人 暴露在门外的阳光下 数到一百多 再回到房间 自从警察闯入的事情发生后 查克知道自己不能再这么 坐以待毙了 自己要训练走出家门 可以重新回到事务所去工作 自己必须做回一个有用的人 查克对此还信心满满 这样吉米也为查克感到高兴 吉米将自己案子的卷宗 全部拿到了查克的家里 吉米说是借查克的地方一用 这些卷宗只是暂时放在这里 其实是想激起查克的工作欲望 查克嘴上说着 吉米不能将卷宗放在自己的这里 但等吉米离开后 查克还是忍不住地翻开了起来 这真相定律果然谁也逃脱不了 吉米带着金来看自己看好的办公室 吉米告诉金 自己要做强做大 再冲辉煌 这间办公室的空间非常的大 是吉米的那间小办公室 完全不能比的 吉米给金讲着 办公室中每个地方的规划 吉米将其中一间最大最好的办公室 留给了金 之前金和自己提过 也对老年法感兴趣 吉米希望金可以和自己合伙 但金现在还不想离开汉姆林的律所 自己为律所付出了那么多 说不定过两年 自己也就可以成为合伙人 而且汉姆林还供自己去法律学校读书 自己还欠着他们的人情和钱 委婉地拒绝了吉米的邀请 金回去告诉克雷格夫妇 我们没有绝对把握胜诉 你们野营的故事造成了一些误会 地检官认为你们可能是畏罪潜逃 凯蒂尔曼马上狡辩 我们只是在自家后院野营 金告诉两人 如果检方要提起诉讼 克雷格就要蹲30年的大牢 这件事如果被公布的话 会引起极大的社会舆论 自己和地检官交涉后决定 克雷格可以在监狱服刑16个月 但前提就是认罪 并归还所有贪污的钱 凯蒂尔曼一直在称克雷格是无辜的 大街上那么多的毒贩和杀人犯不去抓 非要将一个无辜的人抓进去 金再次强调 认罪是克雷格最好的选择 做一年半的牢就可以解决 如果上庭 克雷格就会败诉 那将是几十年的牢狱之灾 到时候你们的孩子 只能在探视日去监狱见他们的爸爸 金不断地劝说这两人 克雷格心中明显动摇了 但凯蒂尔曼并不想低头 马上告诉金 你被吵了 随后带着克雷格离开了律师事务所 吉米来到养老院和老人们玩着冰果游戏 顺便打着自己的广告 虽然奖品只是非常廉价的笔记本 但还是让老人们非常的开心 这时克雷格夫妇的电话打了过来 两人约吉米来到了咖啡馆 想让吉米做克雷格的辩护律师 证明克雷格是清白的 吉米搞不懂之前两人坚持要委托汉姆林的律所 现在怎么又转头选择了自己 两人不断地夸奖着吉米 但吉米现在主要专攻老年法 没有时间用在克雷格的案子上 凯蒂尔曼马上称 吉米收到了预付金 就要做克雷格的辩护律师 吉米不知道怎么回事 用上厕所的借口给金打去电话询问情况 金想让吉米将克雷格夫妇劝说回来 克雷格夫妇的案子根本打不赢官司 自己东拼西奏才为克雷格争取到一个最好的协议 现在他们只有回来才是最好的选择 吉米回来后告诉两人 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没有时间接受两人的委托 自己建议两人尽快回到汉姆林的事务所 金是一个非常好的律师 他和地方检察官的关系很好 他能争取到的 自己未必能行 但凯迪尔曼还认为克雷格无罪 吉米告诉凯迪尔曼 那笔钱是有的 而且自己还真的看到了 凯迪尔曼突然变脸 告诉吉米 自己如果要上交的话 自己给吉米的那三万元 吉米也是需要还回来的 所以说自己和吉米是在一条船上的 这让吉米很是头疼 吉米来汉姆林的事务所 来找克雷格案子的所有资料 这才得知 因为金丢失了克雷格夫妇这个客户 已经被汉姆林调到了其他地方 吉米觉得汉姆林不应该因为精神错乱的客户 而去惩罚金这个好律师 汉姆林根本不想和吉米讨论这些问题 转身就离开了办公室中 吉米只好独自将克雷格案件卷宗全部搬下了楼 刚好在楼下遇到了散心的金 吉米为金打抱不平 汉姆林不应该这样对待金的 金得知了吉米要接克雷格的案子 告诉吉米自己给两人的协议是最好的 克雷格夫妇连如何销毁证据都不会 他们开了大量虚假开支的支票 自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些最终成为证据 现在将钱上交是唯一的办法 但是他们根本不听 吉米回到事务所仔细研究着克雷格夫妇的案子 不管怎么样 吉米还是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吉米只好拿出克雷格夫妇给自己的钱 给老麦打去了电话 老麦来到克雷格夫妇的家中 熟练地在钱上喷了一种特殊的液体 并将钱绑在了遥控车上 将遥控车放在克雷格的院子里 随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克雷格出来时看到了遥控车上的钱 以为是孩子贪玩将钱拿了出来 回去后就将两个孩子叫出来 批评了一顿 这样老麦都被两个孩子感到冤枉 随后克雷格夫妇就将钱放在了藏钱的地方 等一家人睡去后 老麦熟练地进入房间 因为钱上被喷上了特殊液体 这种特殊液体能在紫外线灯光下显现 老麦拿着紫外线灯 顺利在卫生间的柜子里 找到了克雷格夫妇藏钱的地方 老麦将这笔钱交给了吉米 吉米看面前这么多的钱很是吃惊 也很感谢老麦没有拿着这笔钱潜逃 吉米很不情愿地将克雷格夫妇 给自己的钱也放了进去 随后让老麦将这笔钱进行上交 第二天一早 吉米就来到了克雷格夫妇的家中 让克雷格夫妇好好想想 金提出的那个协议 凯蒂尔曼马上称 自己不会接受那份协议的 吉米让两人再做决定钱 先去看看贪污的那笔钱还在不在 在吉米准确地说出藏钱的位置后 克雷格夫妇赶快跑去查看 这才发现钱已经不见了 吉米告诉两人 不出意外的话 那笔钱应该在递检官的桌子上了 凯蒂尔曼生气地想要报警 吉米告诉两人 你们本来就是罪犯 怎么报警 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回去找金 为之前草率地终止他的律师服务道歉 并接受那份协议 凯蒂尔曼要将吉米受贿的事情说出去 但吉米根本不慌 说出去自己确实会有很大的麻烦 不过凯蒂尔曼也会因此进入监狱 说不定到时候监狱可以互相探视 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 所以什么都不怕 凯蒂尔曼还是不能接受 克雷格只好劝说这妻子 为了我们的孩子只能这么做 不能让孩子同时失去我们两个人 随后吉米将克雷格夫妇带到了金的面前 这样吉米的心中很是难受 吉米又来到了自己打算租下的那间办公室中 看着这间办公室心中很是不舍 但自己知道要和他说再见了 生气的吉米只好对着门不断地发泄着 这时吉米的电话响了起来 吉米只能强忍着心中的怒火接起了电话 风萨律师第一季的第七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吉米好不容易赚到的第一桶金 最终迫于无奈又送了回去 吉米的梦想也在这一刻破灭 吉米能做大做强吗 请关注之后的剧情解说 下期我会接着和大家分享风骚律师这部美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